今天一大早網友在問 什麼時候KTV可以唱到勞力士這首歌 其實已經十幾個人問過了 對然後問問說 我已經說我花20萬選賞 有沒有人認識紅鷹的老闆去幫我講 真的有人認識就幫我講 也是不行啦 4年來問第二次 那 他就說年輕人的傳唱裡面不夠多 我跟TOYS一樣聰明能當老闆的人都一樣 上不轉入轉我馬上說那不然20萬也不用 我直接發10萬 再抽獎 誰幫我去把寫信法揚聲紅鷹灌爆信箱 拜託到他上我為止 但是不能這樣做嘛 你知道史太龍以前也是沒人理他 怎麼辦 就能拍黑片嘛 那個槍戰砰砰砰砰 對啊但是他就只能去拍黑片 因為他要吃飯啦 人也要吃飯 所以我平常也是在賣珠寶 我主要是在賣鑽石 勞力士鑽石 做歌只能當興趣而已 每一塊錢都賺不到啊 當什麼本業 本理老師啊 為什麼年輕人打不進去 就是因為我 我做的歌比較偏嘻哈勞蛇 我又不夠壞你懂嗎 像上次有弟弟來我這裡 他就跟我說他拿開三刀把人砍死了 坐勞然後再出來 現在變勞蛇歌手 這樣 我又喔好厲害 對對就是 現在年輕人都在比胸的 我斷一隻手你斷兩隻手 全世界的勞蛇都是這樣啦 就誰都不服誰啦 除非說你比他胸 你穿一個耳環 我穿兩個鼻環 我再穿三個蛇環 就比這些有的沒的 導演說你不用特別去討好年輕人 我原本想說要不要穿柯正東的制服 去學校拍個MV 他說不用了不用了算了算了 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做自己就好了 我昨天機車行老闆 特別從新竹來 一買就三十幾萬 覺得我是大明星欣賞我很久了 懂我在唱什麼歌的 都是大老闆的啊